1947年,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梁兴初突然打电话给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刘亚楼,而且一开口就是要借钱。 这让刘亚楼很是不解,要知道一般军政支取钱款都是直接找的后勤部,这梁兴初怎么借钱跑他这来了。 刘亚楼下意识地就要拒绝,可却对电话那头略有些嘈杂的声响,有些好奇。 于是问道,你借钱不找后勤部,找我借什么钱? 这钱还真就只能找你借,后勤不可不理我。 在得知梁兴初只是借一万元,就必等于一块钱,买烟时,刘亚楼不禁哑然失笑起来,随即说道,你等着,我给你两万。 梁兴初此次见林彪到底所为合适,他又为何会有借一万元钱的举动? 对梁兴初感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精彩内容即将为您揭晓。 提到解放战争,就不得不提到林彪。